印尼炒麵是一道美味的印尼料理 這道料理常包含炒麵、蔬菜、肉類和調味料 口味豐富,是許多印尼家庭和餐廳的常見菜肴 以下是製作印尼炒麵的一般步驟 所需的材料有麵條、高麗菜、雞肉、印尼咖哩醬、韓式辣醬還有雞蛋 欸韓式辣醬幫我打開一下喔 韓式辣醬、韓式辣醬、韓式辣醬、韓式辣醬 不然醬包不夠喔 咖啡已經超人絕痛 所以跟人家韓式辣醬就好了嘛 相信我啦 如果不好吃就吐吐就好了 溫起來是香的啦 溫起來是香的 好加點加點 不要先瞄吧 等一下你還不確定它如果已經夠我味道了 3.步驟 將麵條煮熟 瀝乾備用 在鍋中加熱油 加入切碎的大蒜和辣椒炒香 加入肉類 炒至變色熟透 加入炒好的蔬菜 繼續翻炒直到蔬菜變軟 將煮熟的麵條加入鍋中 與其他食材充分混合 繼續翻炒 直到所有食材均勻熟透 並將調味料均勻地裹在麵條和其他食材上 完成後即可將印尼炒麵盛入碗中 配以切碎的青蔥或香菜作為裝飾 這道美味的料理可以作為一餐的主菜或者是配菜 風味獨特 深受印尼當地人們的喜歡 YAHOO YAHOO YAHOO